特斯拉最近新闻不断 大漠看好特斯拉 说特斯拉 那一辆我们曾经说过 那个怪怪的皮卡 那一辆皮卡 以及中国的智慧工厂 会让它的股价往上再涨50% 看得这么好 我们都会来谈谈 为什么要看得这么好 是真的有机会大卖吗 另外特斯拉 马斯克真的是一个小天才 他说未来汽车 是不是有可能不要雨刷 这边刷来刷去很麻烦 所以特斯拉申请了一个新的专利 等会来给你看看 到底将来的车子没有雨刷 要怎么样刷掉雨呢 他说用雷射光来清除玻璃脏雾 我们先来谈谈 大摩为什么看得这么好 算不算是特斯拉破茧而出 因为他看到多少500块 最新收在330 330跟500 所以他不是只有喊多10%或多20% 他等于500块 他要突破前面这个361最高的整理区 直接就要往上冲刺 那大摩就讲 他说这个cybertruck 这个卖得很好 我预估可以卖到10万辆 到2024年可以卖到10万辆 虽然他的玻璃被砸破了 这个不重要 从我们上次节目中这样一做以后 他的订单不断的蜂拥而录 跟我们没关系 跟他的发表会有关 发表会有关 不然他的订单很多 继续已经到20几万张了 好 那你看 他说未来这几年 我一台卖5万 平均售价5万美金 10万辆 这就50亿美金了 这个就进账了 对不对 好 那还有他说 现在上海的这个超级工厂 即将要量产 就可以补足个Model 3的产线 他说再过几年 他就每年Model 3 可以卖出45万辆 有那么多 所以照这样来看 他这样算了一下 那股价500块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今天 因为他这一喊 特斯拉相关的概念股 很多比较冷的 我们台湾的股票 也被带上来 好 比如说 我们先来看一个台办 它是做这个车用二极体的 好 今天长了4.37 今天长了4.37 我们看最近的一个表现 是不是因为大摩这样一番话 今天爆亮演出 而且直接红K往上冲 我们再看他现在车子 Model 3就是那个 屁股那个LED很漂亮嘛 对不对 连加就是切入做他的LED的 LED灯的 今天长了2.69 今天表现一开盘 没多久就上去了 那我们看一下他最近的一个股价表现 也是缓步攻高 最近今天红K也上来 那再来在电子车里面 电动车里面 他的这个连接线特别多 所以我们看湖联 我们就看一个湖联 你看湖联尾盘 拉上来也涨了2点多 很快看一下K线 今天也是 几乎今天都这样 这个上工的上工演出 那另外一个震威 震威也是做 也是做 也拉尾盘 一样的 连接器的 连接线的 一样 那有一个威刚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3260 其实威刚有投资一个叫威刚动力 就是马达 重点就在马达 就这样子 就这样上来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月 这个特斯拉概念股 的Model 3卖得很好 所以也带动了相关股价的表现 它站在台湾卖得比保时捷 比奥迪还多 我们看11月的一个排行榜 其实在11月之前其实都还好 但是11月 整个特斯拉在台湾卖了423辆 其中Model 3就卖了338辆 那这个338辆有什么稀奇呢 我们就看豪华轿车 因为它这应该算豪华轿车 既然我就这样看了一下我吓一跳 因为宾市跟BMW车总很多 它自然会挤到前面 它竟然排到第五名 而且我仔细看保时捷被它挤下去 很可怕 我们也看不到奥迪了 也看不到 好 更夸张的是成长率的部分 我们仔细看一下 1678% 是不是第一名 如果我讲我的销售量338排第五名 但是我的成长率很惊人 而且我们在把 如果你说只有摆豪华车 那你把所有车拿来排 对不对 Toyota都很厉害 Toyota的车卖很多 Lexus都卖很多 你看没有了吧 不好意思 既然还看到特斯拉Model 3 排在第15名 所以很惊人 就有一个法拉利的车主 开法拉利的人 他跑去买了一台特斯拉 他买那个Long Ranger 那他一买很兴奋 那通常我们会买 法拉利车子的车主 应该也蛮挑递 对不对 他说他一买马上 就上这个 就是梳花公路这样跑 三天两夜 好 他只有一句话 他说回不去了 他说开完以后 但是我说真的 也有Model 3的车主说 我交车七天后我想退货 也有 你也不能这样讲 是 他开七天他就退货 他说我要退车 他说什么A柱有异音 B柱封切声 但是他有说他对内装 他觉得很满意 然后他四版搭配也很好 而且重点他有讲 越开越爱不释手 那当然就有这个 所以据说特斯拉的粉丝是蛮铁的 很铁的 有一个2014年买了 他也算是这个电动车达人 他买了以后他就开始开 他要测试 因为他怕这个要平常要代步 对不对 他要到处开 他来充电会不会有问题 他开了100万公里 达标连金氏记录都来见证 他就每天开 5年跑100万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 一天要跑555公里 我算了一下 我几乎除了睡觉 我都要再开车 我就一直开一直开 然后他一年等于要跑20万公里 更可怕的事情是 他跑了100万公里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讲100万公里 这五年我要花多少维修费 我觉得可能很可怕 但是他说 因为特斯拉提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固方式 8年 然后你的电池跟马达 是不限公里数的 他应该没有想到 有人会跑100万公里 然后他这五年当中 他电池换了两次 马达换了四次 总花费 加其他一些小细节 44万台币 其实不多 非常省 非常省 但特斯拉也不要太开心了 现在后有追兵 他的皮卡一出来之后 好像引来很多敌人 人怕出名猪怕肥 我们真的要好好感谢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让皮卡这款车 全世界打开知名度 敌人也跟着来了 最大的敌人是谁 现在是福特 对不对 福特先跟他挑战 好 现在最大敌人出来了 这一家叫做Atlis 这个新创公司名字有点难念 这台车就是画面上这一台 看起来蛮厉害的 看起来很凶对不对 是 为什么叫最大敌人 除了外形很凶 车头这个车灯 里面有四个车灯 像那个豪华轿车一样 这样的一个外观之外 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号称是皮卡界的超人 因为它里面非常科技化 它的外观 它的载重能力 它这个拖曳的能力 高达7200公斤 什么概念 就是现在马斯特的Cyber Trunk 多一倍的概念就对了 所以说它的性能 远远超过了马斯特那台 重点是它还是超跑 它0到100加速 5秒钟 也比这个Cyber Trunk 还要来得快 它的空间 也比画面上这台Cyber Trunk 虽然说它的重机 骑得上去对不对 不好意思 刚刚那样的Atlis ST 空间比它还要来得大 因为很多细小空间 都空出来了 可以塞东西进去 虽然这台车 号称是目前最大的敌人 但是如果最大敌人还不够 还不够 又有别的敌人 什么叫复仇者联盟 有一个品牌叫Revian 什么意思 这个品牌是亚马逊投资7亿美金 亚马逊投资 福特投资5亿美金 所以接下来很多车款 都会像画面上一样 运用它的技术 它的外 它的性能非常彪悍 看到没有 它走那些很烂的路 这不是很稀奇 它等一下还会甩尾 飞天遁地 我觉得讲得有点夸张 但是它现在越过水这些 对于在电动皮卡来讲 都很轻松 但是它有一个最厉害的功能 是什么 它有点像手机一样 我们手机如果没电怎么办 手机要找线插电 可是现在手机不是有无线充电吗 它也有无线充电 它是你两台都是一样的车 屁股对屁股 它就可以直接充电了 那你得找到另外一辆车 对 要找到一样的 未来如果很多的话 那也蛮麻烦的 好过亚马逊竟然也来坐这个车 没错 没错 那它的科技能看到没有 它的外观 它的内装 基本上都是由液晶萤幕 来做一个打造 而且当然有一些自动驾驶的功能 好 这是复仇者联盟 还有一个潜在对手 还有三号 第三号 潜在对手 这个也很厉害 这个品牌叫做牛人 我们把它翻成中文 画面上这台牛人 它的厉害在哪里 如果我们还听到会牛人 这个牌子 英文翻成中文叫牛人 对不对 那这台车外观 Tina市场比较不熟 对 它这台外观除了很科技感之外 不是很稀奇 它这是皮卡的外观 对不对 它可以变身 它可以变形 变形 它变成一般美国最传统 那种箱形大卡车 就是现在这一台 跟内海长得不一样 对不对 它有很多的配件 所以你可以从刚内海皮卡 变成这一台更大型的皮卡 不然它怎么变的 它又不是变形金刚 没错 它可以有很多的配件 直接拆下来再装上去 外观可以变 它的电池也可以变 我要拆远一点对不对 我的电池就装多一点 我觉得这台比特斯拉厉害 这些都很厉害 所以你看这台车可以变形 刚刚那台车可以屁股对屁股充电 第一台车靠真皮卡界的超人 皮卡这马斯克的对手 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来的厉害 想不到这个战场这么激烈 台湾人比较少反皮卡 不知道皮卡的战场也是蛮激烈的 好我们回来谈 在三西产业当然竞争也非常激烈 我们来看看华为是不是度得过生死劫 真的过得了关吗 美国这一次在北约组织 川普去北约组织开会的时候 就告诉大家 通通大家说好了 共同对抗华为 川普的话大家真的会听吗 我们来看美国力劝无用 葡萄牙不排除采用华为5G网路 葡萄牙不听话 另外英国听话英国听话英国说好啊我们参加 但英国首相强生在接受媒体访问之后的自拍 用的竟然是华为手机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尴尬了 这是华为的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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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太认得华为的手机 所以他竟然用华为p20自拍 这不是打了川普一巴掌吗 对 其实美国对华为是又爱又恨 爱的当然是你没有华为其实也不行 恨的就是说华为的技术那么高 已经超越美国 所以他现在在五眼联盟 以及在欧盟的北约这个高温会里面 大家找找的 都不要用华为5G的网路设备 第一个除了反抗的就是欧盟的葡萄牙 葡萄牙总理他亲自跟美国的国务卿讲说 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用华为5G的网路设备 除了这个以外葡萄牙还提供 那首都这个李斯本给华为设了一个 华为的5G技术中心 这技术中心要干嘛 要支援英国跟华国提升他们的网路频 那是公然唱反调 对 结果大家就想说按这样的话 英国你到底有没有用华为 结果12月4号强声他在北约的高温会说 我们一方面不歧视外来的投资 但是我们要注意国家的安全 我们要跟委员联盟合作 所以我们会拒绝华为 好 这个会拒绝华为吗 我们来听强生怎么说 他会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呢 好 会不会是说一套做一套啊 当然啊 第二天就露线了 12月5号 对 强生接受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 访问完跟主持人在自拍的时候 用的就是华为P20的手机 你不是说不要用华为啊 你就用华为的商品 对 所以这个部分也代表英国 其实它也在摇板 之前是这样 BBC在直播的时候 不是也用了华为的设备吗 对 英国有三家的一个民营的电视 这个民营的一个电信公司 那里面有一家是李嘉诚的 比如说11的一个电信公司 它就全部采用华为的5G的网络的设备 而BBC在直播的时候 也借用11的一个5G的网络设备 还把华为的产品跟华为的LOGO 整个介绍一遍 等于免会替华为再广告 车上看到就是华为的LOGO露馅了 原来BBC用的也是华为的设备 所以这些所谓的五眼联盟 会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呢 特别是华为现在已经开始反截了 对 华为使出了大决 它直接到美国去控告 美国的川普委员会说你违宪 而且它绑住了美国的乡村 因为美国乡村很多的设备都很落后 而这些农村区就是川普的铁票区 所以川普当然好好想想 华为现在掐住了农村 对川普的选情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特别是华为之家公司的狼姓 那是举事皆知的 对 其实这个事件 从2018年的元月 华为有一个员工叫做李鸿源 他被华为资遣了 之前他就去告 法院告 告华为什么 你欠我13年的资遣会30万 结果华为竟然是告他什么恐吓 结果他被关了251天 不过这个事件的原由 我们在拉出来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他2016年的时候 这个李鸿源去检举华为在整个 逆变 那个逆变器的一个过程里面 有一些不法的事情 逆变器这个市场在2010年正夯 因为他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 那时候很多人都赚翻了 华为在2010年的时候 那就成立一个逆变器的一个团队 结果华为要进去以后 所有的逆变器的厂商本来赚得好好的 因为华为这个进来以后 这个市场被搞乱了 结果华为厉害厉害在哪里 第一个 他的人员的素质很高 他的人员都男的帅女的美 而且每一个英文很好 而且他卖的不是单一的逆变器 我直接把整个电站的设计 整个电站的一个软体 全部都卖给你 这对小商来讲一定倒掉的 第二个他的战斗意志很强 比如这样宁夏他有一个电厂 华为他的人员就直接 进入那个电厂里面 然后一对一的 男的对男的 女的对女的 然后整个采购 就天天24小时宁得你 应该要男的对女的 女的对男的生意会比较好 对 然后就一个一个一个 黏到后来 整个生意就被他拿走了 第二个 第三个 华为的财力够强 比如说阿官你要 我要跟你做生意 阿官说没有 你也要买一点我的东西 如果我一下厂商 我怎么去买你的东西 你东西我买了要怎么办 所以他会互相买 是 华为说好 没关系阿官 你给我买100万 我给你买100万 对华为来讲没差 你的东西我用得对 所以这个部分 整个生意都被他拿走了 另外华为的公关策略很强 因为很多的一些公家机关 华为第一个他的人事好 他的公关厉害 他用钱赶 另外有一个观念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中国大陆的公务员 买华为的话 代表你是爱国的 因为这样子 华为目前来讲 他的整个在中国大陆 任何一个产业里面 几乎都是无往不利 好 所以华为在这一场 中美贸易的殊死战当中 到底是输是赢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华为严 Bern 并不釀